8乘8轮式战车组成的合成旅 之所以能够钻纸成全形成合力 不仅仅因为他们之间 有相似的机动能力 更因为先进的指挥通信系统 能够让他们及时地交换信息 打起仗来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被拉到了同一个聊天群里一样 便捷高效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 这样的一支合成部队当中了 大家看 在我身后的 指挥车 突击车 工程车 而他们今天也将迎来一位新战友 08式的步兵战车 本期的军武零距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何成盈的指战员们 如何让这位新战友 快速入群 融入体系 打出合力 对 这位新战友们 我们下车 轮延下车 轮延下车 我们下车 轮延下车 轮延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陆军第73集团军猛合成旅的训练场 驾驶专业的战士们正在进行几项非常基础的驾驶训练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场边近距离观摩一个装甲车驾驶员 在驰骋沙场之前要经历的磨练 可能您也和我一样觉得 这开车拐个直脚弯对驾驶专业的战士们来说 是不是太过容易了 确实如此 基础训练吗 但战士们对此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这台战车是他们刚刚接到的新型装备 08式轮式步兵战车 就在不久之前 他们为这批战车举行了隆重的接装仪式 欢迎这些钢铁战友正式入列 而这辆战车霸气的外形和先进的性能 也让很多老装甲兵都对它视如珍宝 宠爱也佳 第一个感触是这个车跑得更快了 第二个方面是它的装甲的防护能力增强了 明显的比我们上一代装备有很大的改进 第三个方面是它的火力打击效能增强了 使它的信息化程度更高了 对我们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应该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要让新装备对战斗力的提升尽快落到实处 就需要战士们对战车加快磨合迅速掌握 还好08式步兵战车有着良好的操纵性能 对已经有轮式车辆驾驶经验的战士们来说 并不困难 即使是装甲专业的新人 比如我也能做到快速上手 现在已经来到这个08步战车的驾驶舱里面了 第一步 带安全帽 这样 我现在能听到耳机里的声音 这个是跟后面的车掌和炮掌是相连通的什么 我反倒听你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 那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下一步检查档位 在空档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发动车辆 钥匙位置在哪里 在这 然后发动车辆 然后发动车辆 很轻松 打着火了 咱们这个车是手动挡 对 一定要将离合器挡踩到底 踩到底了 我腿完全凳直了现在已经 一般我们起步都是用一档或者二档起步 一档 往右 可以 用离 好 然后松开手刹 慢松离合车就可以走了 放松离合车就可以走了 放松离合车就可以走了 在班长的耐心指导下 这台车稳稳地开动了 可以看到轮胎的位置 对 我刚刚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后视镜 新手上路太紧张了 好 等一下 看开这种平常普通的汽车 不是要打什么转向灯 我们这个08不有吗 也有 跟一样的 跟那个我们的小汽车是一样的 现在可以转了 现在转 快速地转这个大方向盘 我可以开快一点 你把身体直 可以可以 现在直的可以 更快一点 对 你要走 你要护好 简单地走了一段 模拟的公路路段 班长告诉我 可以去更复杂的土路上 感受一下呀 刚离开水泥路不久 我的驾驶第一课 就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完了 没事 先 要我看我脸 踩住离合 踩住离合 咱们现在被困住了 只要打开八驱 对 然后选择爬坡 踩用门 踩用门 对 好轻松 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它是八个轮子都驱动 对 然后现在 到了平地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了 好 把这四个箭恢复 对 对 这个危机比我想象当中 要容易很多 我刚掉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 天哪 就我是用一种在开 家用小汽车的思维 我说掉那么大个坑该怎么办 但是对于08步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一个障碍的一部分 原来这只是训练场上一个正常的训练路况 但我想 要是真的开的是一台普通的家用车 这个坑真够我折腾一阵了 有了基本的驾驶基础 现在我可以尝试一些对驾驶技巧要求更高的环节了 对了 还记得节目开始的 那个带限制杆的直角转弯吗 它的正式名字叫单直角限制路 这也将是我今天的挑战课目 你把我过双直角的时候 就是这个倒车镜 你到达第三根杆 第三号杆就直接打死 这个转向 倒车镜到第三根杆直接打死 好的 我们现在要动 好 好 往左搭死 说实话 我已经尽量做到演技手快了 但以我第一次尝试的认知水平 确实也只能顾得上前面的四个轮子了 压到了 压到了 天哪 直角限制路没过来 这限制感倒是被我生生压成了直角 这位修改的班长 您辛苦了 感觉我的肺上出汗了 虽然您是一点都不善 对 经历了几次失败 我渐渐地也对这辆八轮大车 有了空间位置的模糊理解 只要操作得当 他真的可以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 华丽地转身 没有碰到 这个是一次都没有碰到 对对对 太棒了 熄火了 那我现在能 这个红灯一亮 世界终于清净了 班长来评价一下 我今天的课上的怎么样 作为一个新手 能把我们这个限制路开得一根杆 梅亚已经很不错了 比我当年第一次学还厉害 除了这样的精细操作外 战车的越野行驶 也是战士们正在加紧训练的课目 根据计划 他们很快就要让这些战车 和已有的8×8轮式战车编组 进行野外助训 那一路上的考验就更加多样了 还好 越野训练场 可以让他们提前掌握 新装备在复杂地形中的表现 今天我也有机会跟随他们 一起乘坐08式步兵战车 感受它在山林之间集职的能力 正在这辆08步 需要开始进入这个复杂不断的驾驶 好 来到这儿 稍微减速 因为马上要过的是这个凹凸路 可能这样的一个凹凸路 对于这辆08步来说 就相当于是平常 我们开枪用小调车的时候 坐锦束带一点 还是很清楚的 好 现在马上要过的呢 是 崖壁 在 越过崖壁之前 先得下一个坑 而且这两天 下了雨 所以就是这个坑里啊 是很泥泞的 有积水 它是垂直墙 就有点像平常要 人要卖的台阶 好 接 好 现在就稍微吃劲了 可同效率 给力 好 好 现在马上要过的车铁桥 我这个车铁桥的观众 对于08步来说还真是有窄的 整体货车非常的突破滑 好 现在呢 08步要过这区就这区 那08步呢是两栖展车 它在前面呢有这个打王板 后面呢 左边右边各有一个 WOW 好 好 现在呢 很遗憾 这里的水深 还不足以让08步 用到两栖行驶的能力 它只需要开足马力 冲破泥水的阻力 通过这个设施场 对它来说 非常的轻松 为掌握新装备忙碌着的 可不只是驾驶专业的战士们 08式步兵战车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携带步兵进行机动作战 那么载员和车辆如何相互配合 完成作战任务 就是战士们研究和训练的重点 今天下午 我们主要对人车协同进行训练 我们去对吧 好 看着车协同进行训练 追 追 你站着 好 现在我也要跟着这个 车走一起逗训练 港区 冰德药局 向我报告 从军指示 新立节下车 進入作戰地獄 載員下車 依托防護性能優異的戰車車體 逐步推進 不過接下來訓練的走向 和我過去的經驗就不太一樣了 好 現在觀察組的三明星 是已經往左邊散去 我要跟著火力組繼續前進 觀察組有兩名身穿吉利弧的戰士體乘 他們迅速佔據有力地形 使用精確射手步槍的瞄準鏡 對敵方的部署進行遠距離偵察 同時 一架無人機很快升空 開始對更遠的敵方陣地縱深進行偵察 我知道下車的載員可以成為戰車的眼睛 擴展視野 但沒想到現在這只眼睛可以看得那麼遠 可離得遠了 他們觀察到的情報又如何準確傳輸呢 這就要靠新型步兵戰車的信息化能力了 其中一名副班長 他是負責通訊聯絡 然後把車外的地面的情況報告給車內的車長 他身上是帶這個通訊的電台的 就是前面的這密碼展示 大家看 他的身上是有這個電台系統的 能聽到聲音嗎 好 現在他收到這個車長的指令之後 就要帶著大家繼續發出指令往前走了 淋包部下來之後啊 我們可以探索新的這種單兵的終端系統 通過這種終端系統可以是化音 也可以呈現這種數據的通信 對 通過訓練之後 下一步我們的這種裝部連隊的戰鬥力 比以前是肯定能夠提升一個檔次的 有了在前沿獲取的準確敵情 步兵戰車車組 甚至可以把信息直接交給後方的指揮機構 召喚更強大 更有效的火力 對敵方進行打擊 這些打擊可能來自於幾公里 甚至十幾公里之外 可能來自地面 也可能來自空中 每個作戰要素被數據通信緊密連接起來 這就是體系的力量 當然 面對眼前出現的障礙 下車作戰的載員 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快速破除 報告手 做好報告準備 準備好 下路做到 好 接下來要準備爆破了 停車 現在我能看到的是 前方扶責爆破的戰士 在匍匐到達 指定的位置 扶責開來了 因為有了人車的協同 戰士們老談破障 給林巴布開闢了通路 所以林巴布現在從我身邊急車而過 除了機動能力和信息化作戰能力外 新型步兵戰車的火力打擊能力 同樣搶悍 在這條靶道上 剛剛接裝林巴士步兵戰車的車組 就要進行首次實彈射擊 這不僅是對射手射擊水平的一次考驗 也是對包括駕駛員和車長在內的 整個車組能否有效協同的一次考驗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拆箱現場 就是來自林巴布的這個 30毫米機關炮的彈藥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兒 總共是有20發的這種30毫米 殺傷爆破燃燒彈 那麼一會兒呢 這些彈藥全部拆箱完成之後 就會進行這個裝彈 是由幾名戰士相互配合 你看這位戰士呢 他把彈藥放到這個壓彈器上面 那麼另外一名戰士呢 通過轉這個手柄 就能夠把這個彈通過上面的這個轉軸 給壓到下面的這個彈鏈上 彈鏈在這兒 你看它是可以自由組合的 是不是特別像這個鋼鐵羊蝎子 那麼現在這一組的這個彈藥呢 就已經壓好了 現在戰士們要進行再一次的加固 讓彈藥和這個彈鏈呢 能夠緊緊的咬合在一起 在這個裝彈的工作完成之後 那麼這些彈鏈就會送到淋巴布上面 馬上我們就要開始這個叫砲 以及真正的射擊訓練 現在這個淋巴布的 三菱炮的砲口已經放下來了 幾次單發和短點射 主要為了檢驗車輛火炮和火控系統的狀態 也給車組熱熱身 看來他們狀態都不錯 接下來客目難度很快升級 移動目標出現了 看到了 移動靶出來了 是從那個深綠色的那片林子裡面出來的 你看肉眼可以看到是 它和旁邊這個樹林子的顏色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說要找到目標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麼同時呢 這個移動靶它移動的速度呢 肉眼看過去 其實跟我們平常在路上看到這種 小汽車移動的速度是比較相近的 所以也並不慢 立體開火 我們可以看到移動靶的附近 土還有煙塵就升起來了 好 那麼現在將要進行的呢 就是 淋巴布 行進間 然後短停 對移動靶的射擊 我現在要加快速度 好 可以看到淋巴布現在 停了下來 你看 這個移動靶剛出來它就 短停進行射擊了 打了一發之後 淋巴布再次啟動 放開 三八六八 再一次散發 這次我看到火光了 散發之後 也立刻聽到了把鏢那邊 傳來的迴響 用兩條腿追八個輪子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次時代射擊 就打出了極高的精度 這也讓我見識到了 這個車組的能力 那麼如果命中目標 三十毫米口徑的炮彈 能帶來多大的毀傷效果呢 這個問題 可能只有實體把鏢 才能給出答案 我們在靶場這兒呢 放了一輛廢棄的小麵包車 我們又來炸車了 那麼這一次呢 這輛麵包車它的這個長度呢 大概是三米 那高度呢是一米八的樣子 那一塊將要對它 首先進行射擊的呢 就是淋巴布 那淋巴布採用的三鈴炮呢 是用的是三十毫米的 殺傷爆破燃燒彈 那一般針對的就是一些防護 相對來說沒那麼好的目標 比如說是步兵 那麼不知道淋巴布 在面對它這種鋼鐵鋁合金 和玻璃的材質的時候 會有怎麼樣的射擊和殺傷的效果呢 我們一起去看 一邊是十遍的焦 目標後面的亮 三次查點射 射擊 從我們的鏡頭中可以看到 步兵戰車主炮的第一輪點射 就命中了目標小車 但我們的實體把標 畢竟堵不上真正裝甲車 有結實的筋骨 炮彈都直接穿過了車底 就好像穿過一張紙一樣 直到第二輪的短點射中 有一發炮彈碰撞車底後 發生了爆炸 而正是這一發炮彈 把整輛小車打得幾乎散架了 不過彈藥的殺傷力還在持續 還有小車 因為有微黑頭的空間 還有火光給圍住了 然後在裡面發生了爆炸 直接把它給點著了 剛剛那一線 第一發已經就把這個 爆灰車的一個側門給打掉 三菱炮應該來說 我們是列裝也是第一次打 爆炸系統應該相對來說 還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這輛小車已經可以算作被摧毀了 不過戰士們決定 讓它繼續發揮余熱 我們之前就曾經說過 擁有強大信息通信能力的步兵戰車 可以把發現的目標數據 準確地傳輸給別的作戰單元 召喚其他的打擊手段 和它協同作戰完成任務 現在零八部就把小車的信息 傳給了它的最佳搭檔 一一式突擊車 好 現在一一式輪式裝甲突擊車 已經開到指定位置了 現在馬上登車 在車裡面去看 這個一一式輪式裝甲突擊車去打 剛剛已經燃起火光的 這輛小客車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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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裝甲開始 好 停車 好 停車 好 馬上要開始發射了 行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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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